四個太空人大約半年的太空之旅 隨著SpaceX龍飛船兼引號艙在陸地球圓滿結束 他們在美國東岸當地星期日凌晨大約3點 在佛羅里達州附近海域降落 在附近戒備的救援和巡邏船趕到降落地點接應 初步檢查之後工作人員將太空艙調到甲板 打開艙門協助旭克、霍普金斯和格洛維爾 以及日本太空人野口衝一離開 他們之後獲安排轉去休斯登太空中心和家人團聚 太空總署早前說這一晚是最合適的時機 天氣比較穩定 也有報導說可能是因為附近夜晚比較少船隻航行 美國對上一次夜間海上降落 是超過50年前的阿波羅8號首次人類繞越任務 四個太空人在國際太空站分別進行太空漫步 微重力影響人類心臟的科學實驗 以及嘗試在太空種植梳果 167日任務期 發生了由美國升空逗留太空的最長紀錄 有線電視機就在隨機輝步 做出來了 145 12 谢谢大家